4月12号 美国驻华使馆突然发布 关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命令撤离的声明 文章称 我们现在强制某些非紧急美国政府雇员撤离上海 而不是任其自行决定 我们的态度改变反映出我们所做的评估 为了因应当地不断变化的情势 减少人员和缩小运作规模 对我们的员工和家属而言 这是最好的决定 雇员和家属将搭乘商业航班离境 因为新冠疫情目前爆发的趋势 国务院下达了撤离命令 按照这份声明的说法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很快将人去楼空 包括目前仍被封禁在上海的美国公民 很有可能也会使用此通道离开上海返回美国 其实这份突然发出的声明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路透社在上周就曾报道过 一名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人员 在微信平台上发出呼吁 希望工作人员能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提供一些食物 该工作人员告诉住在上海的同事 海军陆战队的食物已经吃光了 近期恐怕也无法接到心不及了 这名求助者在消息群中说 海军陆战队只剩下真空蜜蜂的口粮了 为此路透社的记者也浏览了这些沟通信息 并得到了两人的证实 该员工说 我知道我们面临的供应短缺 如果你能省下一两顿饭供应给那七个人 他们会非常感激的 领事馆工作人员随后做出回应 给陆战队员们提供物资 一名人士在随后的帖子中说 海军陆战队员非常感激 不过美国驻上海领事馆 当时拒绝就海军陆战队及其口粮问题 以官方名义向路透社发表评论 但看到昨日突然发出的强制撤离声明 也可以想象他们的日子不太好过 据悉 在上海总领事馆 一共驻扎有七名海军陆战队队员 负责整个总领事馆人员和建筑物的安全 美国驻各个国家的使领馆内 内部安全都是由海军陆战队负责 这次上海疫情防控 由于管控力度很大 导致美国总领事馆的采购流程受到影响 驻扎带这里的海军陆战队员 此前也没有想到囤积食物 结果管控一开始就陷入了被动 很快发现自己的新鲜食材被消耗光了 只剩下罐头和军事干粮 在极为窘迫的情况下 这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员 不得不向使领馆紧急求援 要求云出一些新鲜食物给自己 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甚至抱怨道 再吃不上饭 我们连枪都举不动了 关于这次美国国务院的突然撤退 在4月12号举行的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上 横外新闻记者提问 美国务院网站中国旅行建议显示 美方已命令其驻上海总领馆 非紧急政府雇员及家属撤离 意味着美已将此前宣布的授权撤离 升级为强制撤离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中方已就美方此前授权撤离 其驻上海总领馆部分人员和家属 表明了立场 不管是授权撤离还是强制撤离 都是美方自己的决定 我在此只愿强调三点 一 中方防疫政策科学有效 我们对上海等地战胜新一轮疫情 充满信心 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外国在户 侨民 也与上海人民团结抗议 共和时间 第二 中国有关部门和地方一直按照有关国际公约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为外国驻华外交领事人员履职 尽可能提供协助与便利 中美的沟通渠道也是畅通的 第三 我们对美方把人员撤离问题政治化 工具化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美方应将立即停止抹黑中方防疫政策 停止借疫情 搞政治操弄 停止对中国污蔑抹黑 不管真实情况到底如何 但现如今上海的封衡政策 的确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而至于美国驻上海总领馆 确有困难也好 还是小题大做也罢 一旦使领馆再次兴空 很有可能大家的签证业务 又会再次受到影响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